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清明年假的第一天 台铁发生了重大的交通意外事故 408车次太鲁阁号 上午9点28分 行经花莲大清水隧道的时候 一辆正在清理碎死的工程车是滑落边坡 砸中了正在行驶当中的太鲁阁号 造成了至少有48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的重大意外事故 车厢内一片漆黑 救援人员抵达车厢里头 一片混乱 民众全挤在一块 急着想要逃生 前面可以下去吗 前面是一个小缝 只能慢慢下 一个一个人慢慢下 其他节车厢也是同样状况 乘客吓坏了 用手机手电筒照明 全困在走道上 只想赶快离开车厢 但车厢变形难脱困 车厢那一团乱 车窗玻璃碎裂 椅子也被撞到变形 乘客行李散落一地 被救出的乘客坐在第八节车厢 全身是沙土 惊魂未定 而坐在第五节车厢的乘客 也鱼记油存 形容撞车时 听到一连串撞击声响 吓得大多乘客在睡梦中惊醒 而车厢刚好在隧道内没有翻车 可能是救他一命的关键因素 不过其他乘客就没那么幸运 被救务人员台上担架 送上救护车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台铁泰鲁格408次列车 二号上午惊喘出轨意外 造成多节车厢挤压变形 死伤惨重 记者综合报导 高速撞击隧道壁 车头残铺不堪的泰鲁格号408次列车 大量乘客受困在漆黑的隧道内 搜救队努力的破坏车体救人 我来我来 由于隧道狭小要拆除变形的车厢相当困难 但为了把握黄金时间 政单队还是要押紧摇关苦车 各县市都派出人力 希望能将受困的旅客全数救出 2号早上9点28分台铁发生重大出轨事故 当时一辆台铁工程车进行东正线整修工程 停在上坡时驾驶进办公室后 一次未拉手插车 导致工程车从山坡滑落 不偏不倚的停在火车轨道上 这时行进花莲县匈林乡和人隧道的台铁 泰鲁格号408次列车 由于时速相当快 刹车不及高速撞击工程车后 向左出轨 之后失控高处撞上清水隧道 所当其中的第八节车厢 当场被削成一半 前面大概三到四车 大概有多少人坐 每一节车厢都是大概52个人坐 52个人 今天是满座就对了 今天满座还有站个票 我真的不确定 因为我在一车感受到 就是紧急刹车 然后车体车体错动 就这样然后就停下来了 事发地点满是残骸碎片 警察人员获报后 立刻前往现场 将乘客陆续疏散 3 4 5 6 7 8都有 但是后面的车厢 越严重 述不了解这辆车 共有八节车厢 其中五到八节车厢 卡在隧道内 第七八节车厢 受损最严重 搜救人员只好架设梯子 爬在车顶上 抢救受困的乘客 这件事件造成多人死伤 目前都送往医院抢救中 没想到清明廉价第一天 就发生重大事故 而涉嫌造势的工程车驾驶 已经被检警带回侦办 要来厘清详细的事发原因 记者综合报道